那我们要学文英文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两年就会了 你只要啃一下两年功夫 这两年是什么 中等更新的 上根的人的时候 一年半年它就通了 我在想办法再去找 我以前的时候 有小学生的模范作文 我记得有个十几本 十一二本 现在搬家搬来搬去 都搬丢掉了 现在剩了两本 我找着看看 有没有别人有收藏这个东西 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 小学生的作文 模范作文 现在大学文学系毕业的 都看不懂 你说过文程度 民国初年 小学生的过文程度 超过现在大学文学系毕业的 甚至于研究所毕业的 都写不出那里文章 那时候什么年龄呢 十一二岁 他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学的嘛 从小就念文一文了 天天学 学个三年 五载自然就会了 古时候学这个上学 大概六七岁 早的六岁 晚的七岁 就算从六岁算齐吧 到十岁 四年了 就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 我们现在真肯干 没问题 决定可以能赶上 我的老师 李宾南老师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关心 特别是教这些发心奖金 教学的学生 一定要读古文 我们那个时候指定的课本 是古文观止 在里面学一百篇 老师说了 能够熟读 能够讲解五十篇 你就有能力 阅读文一文 读古人东西 没障碍 能够熟读一百篇 一百篇能讲解 能熟读 你就有能力写文一文 那我们就计算了 一个星期学一篇 一年五十个星期 两年一百个星期 用两年的时间 把文言文学好 这个障碍没有了 然后再学着 诚信诚义 对古神先行 升起恭敬心 你这个障碍也没有了 你这一生 如果真的 信从古人的教诲 一门森 深入 常识寻修 十年二十年 你是全世界的汉学家 没人能跟你相比 也不仅通了 一切都通了 都在自己真正肯努力 真正好学 一心专注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这一切都在乱 从来